啊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咖啡呀 这次又是植物大宅僵尸 没想到这个系列还有第二期吧 我以非常迅猫的速度就赶出了这一期 就怕你们没有视频看 啊等等,上次更新是什么时候来着 我觉得这更新速度还是挺快的 你们也肯定是这样想的,对吧 又是这个非常熟悉的玄之物界面 又是熟悉的向日葵 他看我回到这个游戏,脸上甚至浮出灿烂的微笑来欢迎我 这个夜晚还是非常好打的 因为可以有蘑菇,免费的,又有谁会不喜欢白嫖呢 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啊四个一起上断了凑坐麻将了 不要担心,一切都在老咖啡的计算当中 被嫖菇给我顶上 现在不要慌张,虽然还有两只僵尸 但是要相信被嫖菇的冷却速度 嘿,嘿,哎 哦,幸好这个被嫖菇比较抗臭 现在场上虽然这个僵尸有一点多 威力阳光都没有 但是没关系 你种蘑菇,超喜欢蘑菇的 你看看这振兴不就起来了 哦,快看 原来是十块钱巨款,我要发财了 啊不过这句话并不搞笑 而且有一点尴尬 甚至还透露出一丝丝悲伤 这个土豆类一定要提前种啊 这个坚果肠也是啊 因为他们的CD太扯了,那是一个非常好用 啊,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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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嘿,简简单单的一只僵尸它就没了 还爆出这么多阳光 所以,所以这个夏日葵在晚上到底有什么屁油 拿去到经过墙屎算了 现在我的防御姿势已经起来了 非常坚固,我甚至可以收开双手 等待游戏它自己结束 哎,加油,吃,吃啊 给我使劲吃 吃完就准备上路 搞快点啊,这么慢 啊,你今天要是游主就把一头炸弹给我吃了啊 一头炸弹牛逼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场上的僵尸非常的多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啊,又来了一大波 不要红装 这一切都 啊,算了,我重开吧 我怎么可能重开呢 就这啊 不配让我重开 我挺得住啊 相信我,OK 啊,这,啊,这车我不要了 反正最后一波了 要车干嘛啊 能移就行了 是不 啊,等一下 这好像还没有到最后一波 哦,算了,那重开吧 开什么国际玩笑 这才第一关啊 第一关都要重开也太丢人了吧 我脑咖啡身为一个游戏区啊 也没有这么猜吧 啊 怎么BGM突然停了呀 现在也就是掉了三路和五路的车 然后这里还有一大坨僵尸而已 啊,算了,重开吧 啊,我觉得这把已经没有太大的希望了 那也给我顶 等一下 哎呀,三路五路竟然没有僵尸 那这样的话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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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这样 就赢了 我不演了 刚刚第一关我都丢成那是我装的 我老咖啡 高玩 我闭着眼睛打都能过 看好什么叫做一路顺风 A few inches later 期限 真是期限 这降丝是真的猛 我却剩一辆车了 完了还有最后一波 最后一辆车 是不是没想到我竟然扛了下来 我老咖啡 高玩 这是图鉴啊 那这一根就是我非常喜欢玩的一关了 锤僵尸 爆锤 游戏规则也是非常的简单 墓碑会从土里蹦出来 然后载个锤子 锤就完事儿 宝宝巴适 哇哦 锤出好多的阳光 土豆雷 冰桃炸弹 让本来就枯燥无味的游戏更加的 啊不是这是什么玩意儿 我们来这才是真正的2-5吗 主将网友锤子敲一下会怎么样 应该敲不死了吧 这个锤子是真的有点猛啊 敲两下将网友不是就炸了 这才是真正的雷神之锤 过年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